現在大家知道什麼叫十倫物 把你的物質的色身漸漸的棄除 把你的物會漸漸的棄除 把你的光明形顯現 把你跟佛菩薩互相印證了密教 你跟本尊跟你的上司三則合一互相印證 印證的圓滿只要一坦子 你時時刻刻跟你的上司跟你的本尊 時時刻刻在一起 一直圓滿 達到成就無上正等正確 我現在欠大家的 這次還沒有講明星是什麽 漸性是什麽 師父有悟法給我 明星是什麽 漸性是什麽 但是你從我的書中 你去領悟吧 你悟到的是你自己 我是悟出來以後跟師父講 師父跟我印證 明星是什麽 漸性是什麽 我們去學一學 如何棄掉煩惱 你的煩惱全部棄除 如何棄掉所有的守之障 所知的障礙 如何棄除你的山毒 你先把這個先圓滿 你能夠圓滿 當師父認為 你已經圓滿了所有的道 護法給你 你就成為一代的宗旨 你去實踐它 像六祖會呢 去實踐它 去實踐到 你把它實踐了 你人生是什麽 人生是一種非常光明 非常快樂 是我們本身 人間的佛 我們成就人間的佛道 我們真正是一個行者 是一個傳法度眾生的行者 我再次勉勵大家 你用你的那十輪 去附和永遠永恆的外十輪 去成就別十輪 你棄除自己的物質的污秽 去成就空性的如來 達到永恆的淨土 就是十輪金感 我應該是講完了吧 這樣幾點 我的心得就是十輪教我的 謝謝師傅 年齡上次的性質 他是比較急一點 我給他一個外號 他叫孫悟空 我們以前講個笑話 這個聯應上司呢 走起路來很快 像個逆馬 像個逆馬 逆馬 像一隻心眼 他是心眼 年齡上司是逆馬 這個長字上司呢 這個溫溫的 他什麼也不說 總之一個人獨醒 像個殺無盡 殺無盡 師尊呢 是無能者 小小無盛願 就當唐昌上好 師尊本身無能 唐昌上是很無能 他唯一的好處 唐昌上是無能 什麼無能 什麼都不會 降龍 浮摩 這個什麼法 他也肚子餓 也胖 也什麼都不懂 但是他 唯一的 他就是信心 唯一的就是信心 一個信心而已 他是真的是很無能 像師尊一樣也是無能 剩下一個豬八戒 不知道是誰 剩下一個豬八戒 我不知道是誰 OK 好了 現在我們現在講 雖然是如此 但是眾生平等 你知道嗎 他們也可以成佛 因為他本身有佛性 陳也可以成佛 他也有佛性 魚子也可以成佛 他也有佛性 孫悟空也可以成佛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所有的人 師尊告誡大家 眾生都有佛性 縱然他一死 他本身迷失 但是不要瞧不起他 你千萬不能捕住他 你千萬不能捕住他 因為他也是佛 你要看他的佛性 縱然有一天 他會成就的 因為十人金剛法說過的 你只要灌點了十人金剛法 縱然七世不休 也終必成佛 這是什麼嚴重呢 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就是 當佛菩薩 放光照你的時候 你接受了佛菩薩的光 氣除了身體的誤會 突然之間 你放下除了 就立地成佛了 所以自貪之人 自誠之人 自知之人 貪誠之 自利益之人 我們看成平等 眾生平等 平等就度 總有一天他會成佛 總有一天他會成佛 總有一天他會得成就 總有一事他明白過來 所以十尊的試驗呢 是不死了一個眾生 要平等 要平等 要慈悲 化界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現在是眾生 所以我們要度化 我不是子人 我是此所有的眾生 不管你怎麼樣 你要珍惜他們 你要去慈悲他們 你要去行六個 你要去度化他們 你要忍入 這就是佛陀教我 這就是佛陀教我 慈悲啊 慈悲啊 慈悲 化菩提心啊 化菩提心 我媽的給妳好